请翻开补充讲表第33页 补充讲表第33页 看着最像的最后一行 教者无道心 教人 受教者以道心 得五钱或者得过五钱 教者无犯 受教者则是犯上品罪 我们三个讲次 还没有把这一段说完 这里讲到教的人 没有偷道心 教人去道什么东西 但是受教的人 以道心得五钱 或者得过五钱 这样子的话 教的人不犯 而受教的人有道心 得五钱或得过五钱 受教的人就要犯上品罪 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么这以上是有关于最像的内容 接着我们看着34页 34页的地方 看着南山界本书科这一段的文 以上分为有26处 为三类 从第一项到第13个 也就是物体所在地处的差别 14到21是物体差别 也就是财物本身它体性的差别 22到26是两个人弃腰的差别 这一段文主要是将上面 我们所说的最像 有26个做一个分类的说明 那暗语里头讲到 这个暗也是鸿工的暗语 说初举离本处 即位知德 方便欲举而未举 乃至首处比转侧而不举者 皆位知不得 若得者事物因依其职 计算定罪 说最初举离本来的处所 就叫做德 那假使方便 想要举动这个东西 而并没有把它举起来 乃至就是超略之词 用手来触摸这个财物 财物已经开始转动了 但是还没有把它拿起来 这个都叫做不得 假使得的话 就是举离本处 那这种的财物就应当 依照它的价值来计算 得手的话 满五钱就犯重 不满的话 就犯中品 或者下品 来决定他所得的罪过 接着我们看第四分里头 所讲的 说前后取满五钱 这样子就解上品罪了 这个就是我们四分律里头 第四分所讲的 属于条不匹尼里面的律文 那也就是所盗取的是同样一个主人 那么你前后就去偷盗 第一次偷盗三钱 第二次再盗三钱 那这样子就犯上品罪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他有相续的心 才会犯上品罪 如果没有相续心的话 就如同摩德勒结论里头所讲的 缩缩的道取事前 那么缩缩的 屡次屡次的做断绝的意思 那么这一次你缺钱 去偷拿一次 认为可以了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用完了 又缺钱 想再去偷拿 每次的断心 就个别个别 每一次的结缀 那么如果说今天偷了 我明天我后天还想要去偷盗 那这样子就有相续心 那就是第一次拿 跟第二次拿的时候 要加起来 满五钱的话就犯上品罪 这是四文律条不品尼里头的意思 所以相续的心 前后倒满 许五钱的话就上品 上品罪 接着同 就同于四分条不品尼里头的文 所以假使做损减义取 断坏或者破 烧 埋 坏色 这个要念怪 怪色 所以我们假使心里头 做损减人家东西的这种心意 去盗取 或者破坏人家 或者破坏 或者稍微人家的东西 埋藏人家的东西 那破坏人家这个东西 它的颜色 被破坏的话 价值感就没有了 若移它地标向 绝它水 摇它果树 满五钱 上品罪 或者我们去移动 他人地界的标向 你把你的标向 移到对方的地方去 把你的这个界加大了 或者绝他人的水 引人家灌溉的水 将这个提案弄破 偷偷引他人的水 使命流到你的田这边来 灌溉 那么使命这个水流失 或者摇他人的水果树 使命水果掉落 做这种损减义的话 满五钱都是办上品罪 再来同 盗取他衣 错取己衣 中品罪 虽然想要偷他 偷他人 别人的这个衣服 而错误地偷到自己的衣 这样子也犯中品罪了 那么这个结罪主要对着 盗取他人的衣 没有偷拿到 结果自己很倒霉 错取自己的衣服 这样也要结 中品罪 而这个不是对自己错误拿 自己的衣服结罪 是就着要偷拿人家衣服 没有拿到 这样叫做方便的中品罪 他人的衣 他人的东西 这是有主物 那么衣详 道心 西方便 举例本处 那么自己根本没有得到 他人的衣 也犯罪 这个就是净差的方便罪 那有关于净差 缺缘等等 这个在明年 接下来 我设理在解释 此犯篇的时候 会在详细的说明 道取他衣 并得几衣 衣上品罪 就是他衣 衣中品罪 几衣 所以道取他人的衣服 以及了自己的衣服 一个上品罪 就是道取他人的衣 一个中品罪 就是自己的衣 就是缺缘方面的 要道取别人的衣服 结果连自己的衣服也道取 那你道他人的衣 是上品 因为满武器就犯重 而你偷拿到自己的衣服 犯轻一点 结中品罪 有两个过失 他同他取物 而夺取比道 上品罪 看他人 在盗取这个东西 认为这个人没有道理 那么自己 再把他的东西夺取过来 那么你也犯上品罪 因为他是盗贼 你也变成盗贼 我们之前所讲的 这个叫做贼妇夺贼 盗贼又偷着 这个盗贼的东西 所以犯上品罪 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讲过 有不现前道 跟对面现前躲的这种行刑 再来同若属取葫桃来 若列失色录时 以盗心取食上品罪 所以假使老鼠 去取这个葫桃来 或者猎师 打猎的人 将这个路给打死了 而撒命用盗心 去使用这个葫桃 跟死的路 满五前就办上品罪 那么为什么会有吃荤的呢 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 听习比丘 使五净肉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致死 鸟残 到了涅槃经的时候 佛陀就自断了 说善男子 从今日使 不听食肉 因观是使 如子肉祥 福食肉者 断大悲种 所以到了涅槃经的时候 佛陀就自病 断绝不能够再吃肉了 接着我们再看 南山恒世抄这一段文 请同学一起念 福取福讨尤解 还望本主 以蜀道一意味觉 望人游是本主 故凡旧人杰作 于如他不取鸟受食材 万下品罪 恒世抄里头 就针对这里头的意思 加以说明解释 说福取胡桃 说老鼠取胡桃 那么有人就这么解释 说非望畜生 还望本主 不是对望畜生结罪 仍然是针对 本来的物主来结的 为什么呢 以蜀道一意味觉 望人游是本主 故还作人结重 因为这个老鼠偷盗的心 犹豫还没有决定 已经得到胡桃 他还不决定的 所以仍然是对望 本来的物主 来结重罪的 那么鱼如他不 其以德之如同其他部律 就如同撒伯多论 还有是颂律里头都有讲到 说盗取鸟受的蚕食 他们吃剩蚕有的饮食 那么就对这个畜生结罪 要犯图吉罗 那么知主 这里就有一段文来解释 说灵之四云 本律犯众之意 以言六群道勋取故 所以我们四文律 结犯众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因为六群比丘 用道勋来取老鼠的 这些胡桃的缘故 显之是比村人之物 故判沉重 那么很显然的 这了知 是那些村落人家的财物 所以判定了成就犯重 属疑者 所以老鼠犹豫的情形 是怎么样呢 那也就是说 畜生难辨 畜生的心是很难以辨别的 但约未尝 或乎未食 可以知 但只是就着这个东西财物 它还没有藏起来 没有藏举起来 或者还没有吃这些东西 那么可以了知 老鼠的心是犹豫 还没有决定的情况 因此是对着本来 对望本来的物主 来结罪的这个意思 接着第四文里头讲到 说沙咪 沙咪又狂 引诱 狂便这个小孩子 想要把他带到人间去卖 那父母看到之后 沙咪就赶快离开 但是这个小孩子 已经离开本来 出所的缘故 沙咪就患上品罪 接着同 相同第四文 条不平移的律文 说先有盗心 有偷盗心 解开牛的这个绳索 然后就偷盗 把他牵走了 牵走之后 这个牛已经走动了 离开了 沙咪就后悔 说我身为一个沙咪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 于是就把牛放回去 但是牛已经离开 本来的处所 距离本处了 所以也是结上品罪 他人使沙咪共亡道 先可知 后悔不亡 亦使他人道物 以一分与沙咪不受 不犯本罪 先燃可比下品罪 这一行上面那个铜 框框把它删掉 所以其他的人 邀约沙咪 共同前往去偷盗 这个财物 那么这个沙咪 事先就先答应对方 后来就后悔 后悔不前往不去了 说我是一个沙咪 我怎么可以去做这种 偷盗人家的事情呢 意思他人大悟 在有不同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就去偷盗财物 得手之后就用一分 要分给这个沙咪 这个沙咪他就不接受 不接受就不犯本罪 就是上品罪 然而事先有答应对方要偷东西 就要犯 徒吉隆 再来同 到佛经 佛语无价 但祭子莫子 成犯 所以偷到这个佛经 那这个佛经是佛陀经口所宣说的 所以佛经就是无价的把握 但是就着子莫的价子来祭子 成就犯罪的情形 满五钱就伴中 不满就结清 再同 道遇他分物仇 上品罪 说偷盗 便换交易他人 分物的这个仇 因为分物的这个仇 对领那个物品 或者另外一支仇 所领的这个物品 会比较贵重一点 所以有这种价差 满五钱的话呢 要犯上品罪的 那么这个分物仇 也可以讲说 针对我们分亡人物 的那种来讲的情形 都是要剁仇分物的情况 再来 道他分物仇上品罪 偷到他人分物仇 完全己为己有 满五钱也是一样上品罪 转偷他仇 中品罪 转偷他人的仇 就是有道心 你先把它转动 看一看 后来又不敢了 你没有拿起来 这样就结中品罪 再来同 众多沙咪 遣一人 取他物 一切上品罪 为什么说众多的沙咪 拆解一个人 去取他人的物 一切都要解上品罪了 因为是大家共同偷盗 就同一个物主 只要盗取的是满五钱 一切的沙咪 通通都犯上品罪 再来 众多沙咪 钱 这个错误把它改成 乙把它改成钱 钱一人取他物 若中有乙者 而不遮 己亡取 一切上品罪 说众多的沙咪 派请一个人 去盗取其他人的财物 假使这个大众生里头 有人就疑惑 那么他就不赞成 然而自己也没有出口 来遮止这一桩事情 这个受财的人 就去前往 去盗取 只要所盗取的东西 是满五钱 或者五钱以上 那么一切的沙咪 都要犯上品罪 为什么呢 因为融通 做一分的缘故 众多沙咪 钱一人取他物 若中有乙者 即遮彼 故亡取 遮者中品罪 不遮者上品罪 说众多的沙咪 派请一个人 盗取他人的财物 假使在大众当中 有人怀疑 那么就有人遮止 然而被派遣的人 他还是固心前往去盗取 遮止的人 本身就犯中品罪 不遮止的人 都犯上品罪 因为遮止的人 前面他有同意 后来怀疑 不对劲了 才出口遮止 但是前面你有同意 这种情况 还是有罪的 就结中品罪 再来我们看 同 众多沙咪 钱一人取他物 亡取五钱 或过五钱 还 众多沙咪 共分 各得 减五钱 一切上品罪 通作一分故 说众多的沙咪 派遣一个人 去盗取他人的财物 那么前往去盗取 五钱 或者超过五钱 还了 就盗取回来之后 众多的沙咪 共分 所偷的这个财款 各得减五钱 一分下去 各别得到不满五钱 然而一切众多的沙咪 通通犯上品罪 为什么 融通 就共同作为一分的缘故 因为你所盗取的 已经是五钱物了 或者超过五钱 就融通作为一分 因此一切的沙咪 都结上品罪 那么以下这三条 都是相同这种道理 说众多沙咪 派遣一个人 前往去取他人的财物 五钱 或者超过五钱 至此 拿回来之后 地点不一样 价值不一样 是得减五钱 而一切的沙咪 都要放上品罪 为什么 以本取物处 值五钱 因为要依照 本来 原本盗取财物的处所 这个东西 它价值五钱的缘故 譬如说 这个东西 在我们台湾 很有价值 但是到了香港 其他国外去 就不见得有价值 那你在台湾 偷拿到国外去 去卖 就没有价值 就依在我们台湾的价值 来继止论罪 以原来所到的地方的价值 来结罪 马五钱的话 就是上品罪 再来 众多的沙咪 派遣一个人 去盗取他人的财物 那么盗取 结果得到减五钱 至此 来到这个地方一分 得五钱 它的价值有五钱 那么一切的沙咪 都要犯中品的罪过 为什么 还是依照原本 盗取财物的处所 它的价值 是减少五钱的缘故 所以就依照这种道理 去判罪 接着请同学 看着我们今天所发的 灵堂讲义之三 来说明一下 这一章是根据戒本书 行踪记 卷六里头的文 就是判断 道记的犯向当中 有关于截罪的分歧 这里头它有六段的文 我们就举出几个说明 不完全 把六个都说 因为你要改一下进度 道记已经讲了七八堂 太久了 所以最初 钱有贵贱 如使诵 钱贵 道一入众 见使百千入侵 所以这个钱 有昂贵 或者低贱的时候 就如同使诵律里头所讲的 假使这个钱很贵 它升值的时候 那么升值的时候 它的一钱 价值就很多钱 所以到一钱就会犯重罪 假使这个钱币贬值的 贬值的 比较近的时候 纵然你偷到百千块 百千钱 它的价值还是很低 所以虽然偷到很多 还是很少的 价值还是很少 所以是入侵 就好像越南的五十万 五十万钱 五十万块 大概是我们台币 一千一百元 三十万的月币 大概是台币六百六十元 那么你偷到月币 一二十万还不会犯重 偷美金 二三十元左右就会犯重 因为美金的价值比较大 所以这个币值的落差 是很大的 第二个贵贱处者 如律贵处到物 贱处卖 还以本处定价 说如同律典里头所讲的 在钱币升值昂贵的时候 的这种地方 你去盗取财物 而在钱币贬值 比较贱的地方卖出去 那么这种情形 还是依照原来的处所 来决定它的价格 假使满五钱就犯重 不满就犯轻 第三个呢 三千云贵时到 见时卖 定罪还一本时 三千云以头所讲的 说贵时的时候到 见时的时候卖 那么在钱币升值的时候 你去偷到 而贬值的时候出去卖 那么定罪 环事呢 环事依本来的价值 再来第四段 取多非重 不得而重者 说盗取很多 也不会犯重罪 然而没有得到手 却反而结罪的情形 就如同摩德勒前 就如同摩德勒前 里头所讲的 他屡次屡次去盗取人家 而每一次内心都做这种断节的心意 就是说我下一次我不再继续偷的情形 那这种情形乃至五千不犯重也 乃至前后 他偷到加起来 五千钱 他也不会犯重 都是犯重 重多 中品罪的情形 这个叫做取多非重 那么下文就解释 不得而重的情况 就如同四分烧埋怪色 就是以人家 以人为的故意 来破坏原本的这种美色 所以这个就认为怪色 认为怪 所以又如同四分里头 讲到烧埋 譬如放佛 烧人家的这种皇制 或者把人家的财物埋藏起来 或者将人家的财物 破坏原来的颜色 美色 或者教人去偷 不是为了自己 这些都是犯重的缘故 所以这种都叫做不得而重 意思就是说 自己虽然没有获得东西 然而也是犯重 因为清损人家的财物 满五千的价值 都是犯了 上品罪的情形 后面五根六 我们就不再解释了 其次我们看着前面 正文第三页的地方 前面正文第三页的地方 倒数第二行 就是不偷盗的这条件的正文 请同学一起练 还由主物 不得道心固取 若自取 教他取 方便取 奏记 应聚取 迷惑取 狂取 抵在不完 偷睡 冒肚等 并且恶事物 并以为道 重许直入前 那谁 伤心 并且恶事物 伤重罪 失杀咪戒 不通忏悔 事前以下 患忠罪 恶前亦前患下罪 游喜忏悔 灭患戒罪 而性罪不灭 虚加立场 若不常者 厚生转重 忠无可赖之理 若道而未得 放方便罪 虚因重忏悔 免智堕落 所以讲到 凡有主物 不得道心固取 关于有主物的内涵 我们在 巨演成本当中 都已经详细说明 主物就是对于物品 我要布施人家 或者我不布施 都随我个人的心意 那么对这个财物来讲 我本身就是主人 我能够自占 我能够自主的支配的应用 这个叫做有主物 不得道心 道心是什么意思 在巨演成本里头 我们也引用 斯文历所讲 黑暗心等等 有十种的道心 就是呢 凡是有主人的东西 我们都不可以用 偷道心 灰理的来清损 对方的财物 那么这个固 就是有心的情形 故意的把它取为己有 若自取这个若 就是不定的言辞 就是自己用种种的办法 去偷取人家的财物 或者公然的把它抢劫 取为己有 或者是暗暗的来偷取 占为己有 来窃取的情形 教他取人 教导他人 去盗取这个财物 而财物也是归以自己的情形 或者教他人 为我来截取某某人的财物 乃至于为我来偷税 再来方便取 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 自己来了 我们就把它方便了 藏起来 就比如说 有人来到我们家里头 客人离开的时候呢 忘记啊 或者说 把手机带走 他没有带走 那么我们就顺便把它拿起来 这个叫做方便取 或者说是呢 顺手牵羊之类的 羊自己跑到我们家里头 你就顺手把它牵过来 这是方便取 再来奏取 用种种的奏数呢 使令对方迷惑 来盗取他人的财物 或者加持奏于呢 驱使鬼神等等去盗取 应记取 就是说呢 因为受人家寄托财物了 而自己不还人家 人家寄你财物 那么要跟你要的时候 你就故意说 你什么时候寄我财物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就硬拗呢 不还人家的情形 或者说呢 以少还他 他寄你三万块台币 你说你只有寄我一万而已 哪有你讲的那么多 就是有这种情形 真言说瞎话呢 以少来还他 这个也是属于偷盗 属于应记取 再来迷惑取呢 以种种的言辞来辩说 使令对方听了之后 迷惑糊涂 也不晓得 有没有寄你东西啊 他忘了 给你一遍的话 他自己都迷迷糊糊 到底有没有寄你东西 那么以这种情形 来盗取人家的财物 这个叫做迷惑取 狂取 用种种诈数 来骗人家的财物 像现在呢 全世界通行的这种诈骗集团 或者用手机来传简讯 或者在这种ATM自动取款机 植入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可能跟这个不大有关系 或者像过去的金光党 他跟你讲话讲一讲 又用一包钞票 结果跟你 你就跟他换了一包 一盒核桃糕 带回家吃了 10万块换了一盒核桃糕 非常有价值 抵债不还 欠人家的债务不还给人家 偷税 应该输税而不纳税 就属于偷税 或者说应该要报缴税金这么多 然而你却缴得很少 就以多报勺 那这个也属于偷税 属于盗取 那么偷税情形 或者说渡这个海关 长逆而过 或者越过这个道路而逃去 总之就是为了逃避不纳税 这个就是自己偷税的情形 那也不能够为其他人来偿逆税务 譬如说 有时候我们为这个海关税官的人员说明 我这个东西是为了三宝的功德 我带这个东西是要供养三宝 供养佛菩萨 或者我的供养父母亲 那么来跟他宣说 三宝殊胜的功德 父母的恩情 深重 种种的善说 那么这个税官听了之后 就免除你输税的情形 这个也不犯的 那么在绿典里头有讲到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说出家人应该输税的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自身之据 自身就是你拿回来之后是要卖的 要赚钱的这种情形 这个要输税 假使是自己本身你要受用的情形 不输税是不犯的 那这种情形也要简别 譬如说他硬要给你克税 你硬不纳税 顶多就是结一个土吉罗 这里就有一个比喻 就好像盗贼他要抢你的东西 你不给他抢 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他硬要给你克税 这种非理的情形 你不输税都没关系 所以这里也是有所简别的情况 冒度等命前人事物 必名为道 冒度就是假冒他人 然后你程度这个船只 坐船不给钱的情形 那个等就等于其他种种的方法 只要使对方或者国家的损失财物 这一些都称作是道 所以这个道这个智能 它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 只要是不合乎道理的 那么我们来清损人家的财物 都是属于道界所收舍的范围 索取子午前 施杀秘借不通忏培 这个请主要直接看着 我们补充讲表36页 补充讲表36页的 我们看犯道处断这个表的说明 那么这个犯道处断的表也是 依靠我们圣文所编的 里面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文 说所盗取的是子午前 就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 犯众界施杀秘借不通畅文 假使所盗取的价值已经满五千 或者五千以上 等于就是八分银的价值 我们之前有讲过 根据南传佛教所比丘所算的 1988年评论 五千等于美金二十元的价值 那么这里说八分银子的话 这样子就贯重 失去沙咪界的借题 不通畅文 盗取事前以下 中品可为等流罪 假使你所盗取的是事前以下 就犯中品可为等流罪 那么等流罪呢 也就是已税罪 已税罪跟我们根本罪都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已税罪 只是说他所盗取的钱数比较少 那么事前就包含事前 跟事前以下的价值 那如果盗取二钱一钱 那么就犯下品可为等流罪 那么由然准许倡委 可以灭犯戒罪的这种罪过 也就是遮罪 遮罪这方面的 这里我们加一个逗号 灭犯戒罪下面一个逗号 然后这个世间的这种性罪是不灭的 需加利长 必须加上利息来偿还对方 那假使不偿还的话 灰身辗转就变成更为重大 这个钱数就更多了 终无可赖之理 终究没有可以赖账的这种道理 所以我不还没有这回事的 就是无法逃避这种债务的 那么宏宫 我们看看暗宇 宏宫坐直三钱以下 暗宇当中的宏宫就认为 三钱以下是属于犯下品可为等流罪 所以盗事前就属于中品可为等流罪 其次呢 盗取而未离处 东西 你盗取这东西 但是东西没有离开本处 就缺一个圆 离开本来的地处的话 就放根本 所以缺圆 没有离开本处 就犯中品可为的近方便罪 属于重的中罪 发心欲盗而未取 下品可为远方便罪 你内心里头升级 以练的偷盗心 但是没有去倒数 就是没有动身 如果动身的话 就入于四方便罪 你没有动身 属于下品的可为远方便罪 远方便罪是什么呢 就是对手忏 我最初起了一念 佩耳的这一念盗心 马上后悔 我不能够这样做 这属于折心忏 如果再重源失利 又来第二念申请 又攀养第一念的话 这个时候就属于对手忏悔 我们再看前面本文 本文 正文的地方 第四页倒数 第四页的第四行 看正文的地方 若盗而未得 犯方便罪 就是说要偷盗 而没有偷盗财物 这属于犯禁的方便罪 禁的方便罪是什么 就是重的中罪 属于因罪 虚因众唱为 免治堕落 必须要用因众的心 因众心 好好的唱为这个过世 才能够免除于将来 堕入山土 当中受这种果报 再来我们看了 补充奖表 三十字页禁响的这个表 禁响的表 那这主要就说明 根据偷盗的人 对这个境界 是不是有想差的 这种情形 来说明 解放的轻重 的一个情形 在没有说明 说明这个表之前 我们说 说个道罪的公案 这公案大家都听过 但是因为 这些大德们 视线这些幻戒的罪项 主要是什么 为了要我们后世的人 杜绝 遮止三恶道德们 开示人天 涅槃正路 让我们不要糊涂 所以这几个道界的公案 我们听了之后 要把它就记在心里头 要谨慎 千万不要犯道 在沙明律 要略门 要略里头 想到 说赵禅师 过去有一位赵禅师 他苦行禅定第一 修这个法法三昧 那么就感应 观世音菩萨 为他说法 那么就得到无外的辩才 又看到 补邪音菩萨 成这个白相 放光来证明 他修行的功德 然后过去生当中 过去 他曾经 盗取过常注 不是盗取 他是取用而已 拿常注一撮的盐巴 做饮料 他认为我只是拿一点点 不在意 到了三年之后 行方等灿烂 忽然这盐巴的象征升起 这个象征非常多 增长到数十幅 这么多的数量 他内心一看 他非常地惶恐 赶快集绑了 就去卖这个衣物 买盐 来偿还给这个常注 之后 这盐巴的相框 盐相才消灭 那么佑泽呢 在隋阳地大业二年 有一个出家人 叫道明法师 他往生之后呢 他同房的有一位出家人 叫玄序法师 那么就到黄昏的时候呢 就走走到家外去了 就看到一座寺院 进去之后呢 就遇到这个道明法师 形状呢 跟平常都一样 但是呢 在场的出家众所吃的这个粥啊 都变成许红色 每一个人的身体 好像都被火烧过 那么玄序法师 看到这种景象就很恐怖啊 就问说这是什么云固啊 道明法师就说 这个是地义啊 我在生前啊 取大众生的木材一树 取这个木材 拿来烧 煮这个染色 染我的衣服啊 我没有赔偿藏住啊 所以堕入这个地义 我应当要受一年 烧缴的这种罪业 结果把他的衣服拉开一看啊 他膝盖一下 完全都烧焦 而且又黑 黑烂掉了 那么他就说呢 请你老人家啦 替我买一百树的柴火 这个木材呢 赔这个藏住 再替我呢 写花花经一部 我才可以啊 免掉这种痛苦 那么玄序法师呢 答应之后呢 回到市里头 就急忙的照办啊 之后呢 再重新去找那一个 在寺院那个地方 却是呢 一无所见 所以我们听这两个公案啊 要警惕啊 在心啊 就是说 有些时候呢 我们出家走了之后 好像把藏住当作是自己家啊 对藏住的东西 就得一点都不在乎 清损藏住物啊 或者借户法的名字啊 来成交誓愿的权利等等 这当中呢 都是会有患道的这种过失 那么我们生活在生团里头 每天在常住 受用常住物啊 都是呢 要尊重这个借户 爱物常住物 如乎眼中珠啊 不要说呢 对常住的东西 非常随便 那么对自己的财物 就非常的珍惜 我们知道 你清损常住物的话呢 一分一毫啊 这罪业都是非常重的 那么你能够尽心 爱物常住物 用心护持 那么这当中啊 就增长佛法的功德利益啊 那么你有清损常住的话呢 三宝就属于吉利源啊 就是吉利就是属于一种有次的植物啊 你不知不觉当中 无需去清损的话呢 将来就有果报存在了 所以我们呢 道界呢 讲那么多堂课了 一定要非常慎重 不肯马屋的 对这因果 一定要非常的注重 接着我们看这表里头的说明 虽然 偷到得五钱 或者得过五钱 有主 有主想 有主 有主疑 那这两句呢 都是属于上品 犯到上品不可悔罪 那么讲到有主物呢 就是你内心当中呢 也要做有主人物的详心 那这样子你来道语 那这里就估解 这个指五钱以上的物品 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 那么有主 有主疑呢 这一句话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质疑 你内心里头直接的怀疑 这个是有主人的东西吗 不管它啦 你就把它偷拿 这样子呢 指五钱就犯上品罪 另外一种是内心里头 你身有身体 这是有主人的东西呢 或者是无主人的东西 内心有一半原者是有主人的东西 一半是原者无主人的物品 那这样子呢 就犯中品可忏悔的罪 属于中品罪 另外呢 在其他部律里头 道界里头讲到 这一句呢 有主无主想 有主无主想 这一句它没有列出来 在我们这个静想里头 它没有列出来 因为这一句犯罪 也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有患 有患的情况就是说 这是有主人的东西 那么有主人的东西 你升起 这个是无主人的想心 你转想也是犯中品 意思就是说 你事先知道 这个东西是有主人的 正拿的时候 然后我硬把这个心念转过来 把这个想心转过来 把这个念头转过去 认为这是没有主人的 没有人的 我就把它拿走 这个叫做转想 你原先本来知道 这是有主人的 正要拿的时候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拿的时候 认为这是无主物 无主人 这种转想就要结中品 假使自己的一种 如果是自己的虚妄分别的情形 没有转过来 是你自己打妄想的 这种转想 你知道是有主人的东西 你一拿离开本处的话 就犯上品罪了 所以这个不能够开玩笑 你转不过去的话 还是有主人的那种念头 那你就自己找麻烦了 但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况 本迷的情况就不犯了 本迷就没有罪 就从最初 从头到尾 你都认为这是无主物 没主人东西 原本是有主人的 但是我从头到尾 认为是没有主人的 你的内心当中 的确是如此 而实际上它是有主物 这个叫做本迷 本迷就是从始至终 都是迷惑的 这个是没有罪 为什么没有罪 因为以无主物 灰罪缘故 因为他认为这是 无主人的东西 他不是生起罪业的因缘 所以这一句 有主无主想 如果列出来的时候 假使本来是 本迷是无罪的 那么你把它列出来 是要列出 是本迷无患 还是列出转想患中平 如果列出来是中平 那就错了 因为本迷本身就是没有罪 所以他这里就不列出来 恐怕说有所混乱 会误认为 我从始至终本迷的情形 还是属于有罪的情况 因此这里就不列出这一句来 那为什么其他的戒条会列出来 主要里头还是原则 造罪的这种心 有犯过的这种境界 都是有罪的中平 或者下平 他都是有犯罪的心理 有这样的道理存在 所以有的戒条也会把它列出来 所以知主在行中记里头 就针对静想句里头 做出这么样的一个解释 因为第三这一句 结罪的有或者无的差别 所以道戒的句法 就有四句或者五句的 这种情况不一定 好 说过之后 其次我们看着下一个表的说明 说不予而取 那么得解五前 这是有主物 那么你做有主人物的转想 这样是结中平可为罪 再来 不予而取 那么你得解五前 是有主人物 做有主的怀疑 这个是结下平可为罪 得解五前 第三句呢 你不予而取 那么得解五前 无主物而做有主想 那么无主人东西 你内心当中 做有主人物的转想 就结下平可为罪 第四个就是 对第四句呢 不予而取 那么得解五前 无主 做无主仪 仪的情形 就是内心里头啊 你有一半华语 这是有主人的东西呢 或者是无主人东西呢 一半华语有主 一半华语是没有主人 这样是属于下平可为罪 那么这两种心理 我们来简别的话呢 前面的无主有主想 这一句的怀抱比较重 无主无主疑 这一句的怀抱比较轻 虽然都是属于下平罪 但是就着内心的活动的情形 受暴有轻有重的差别 受暴减身 便以异业为主 我们之前有说明了 接着我们再看 第四分的说明 第四分就是条不平凝里头的文 说盗取难重的财物 做女重财物的详心 那么盗取女重财物 做难重财物的详心 都是人想 同样是犯罪的 满无前都是犯上平罪 不满的话 或者犯中品 或者下平罪 再来 盗取其女重的财物 做这一位女重的详心 或者盗取其难重的财物 而做这一位难重的想法 因为所对的境界都是人 盗缘同通俱足 都是同罪 满无就犯重 不满无就犯清 或者犯中品的罪 接着我们看了开圆的说明 那么开圆里头有列出六个圆 就是开圆不犯的 说语想 未必 未必已于己 就是说事实上 这个是别人的东西 你正在取的时候 真的认为 对方要给我的这种想法 所以这种没有道心的情形 是不犯的 但是如果后来知道 这是别人的 不一定不是要给你 你还是要还人家 如果你还是站为亲 自己不还人家 还是会犯到的 再来吉祥 未必是己物 说这个是人家的东西 好比说 这是人家的手机 结果跟我的手机是一样的 这个是外形 还有厂牌 这都一样 那么实际 你认为是自己的 没有其他想法 就把它拿了 错取 这个也是不犯的 后来知道错取之后 就要归还对方 要不然还是会犯到的 其次的 亲后想 树香亲后 吻我用死 其心欢喜 所以两个人 彼此的感情 好像情色 这么样的好 那么这个就比喻 彼此之间 非常的调和 不互相乖为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两个好朋友 交情非常好 我用他的东西 他不但不责备 而且还非常的欢喜 你越用 我就越高兴 你多多用吧 那么我的拿去 你用 我也很开心 所以彼此之间财物 没有区别 所以古时候 有人讲 有古的 就这么讲说 食必兼人 一必通批 食必兼人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我们看到别人来了 就会招呼说 来来来 请来跟我们一道吃饭 看到客人来都会这样招呼 不会说 顾我自己吃饭 你来了 我就默默 点点 做自己吃 顾自己吃饭 不会这么样做 所以食必兼人 不会说不请人家来吃的 一必通批 有衣服的话 大家共同来穿服用的 这个属于清后祥 暂用不久即凡本祖 我暂时拿来使用 不久用完之后就归还人家 所以这个也是不犯的情形 为无主义云分扫响 不知此物有人设属 这个实际上是有主人的财物 我内心当中真的认为 这个是无主物 这个也就是了 有主做无主想 从始至终都认为是无主的 是混扫物 不知道这东西是有人设属 所以也不办 但是你不能够说 我在路上 捡到一叠钞票 说这个是混扫物 这是人家不要的 钱一定是人家要的 不会说人家故意掉了 做混扫物 这是你自己认为 一定是有主物的 所以要交给警察才可以 再来狂乱坏心 就是痴狂散乱 避免坏心的情形 这个是精神错乱 自己都不了解我是谁 那么做这种偷盗的行为 他也是不犯的 接着我们就引用 南山横世操 来说明开源当中 这个清后义详 是什么意思 那么在律典当中讲到了 说律中据七个法 名清后 据组这七种法就叫清后 第一个 难做能做 难以做的 别人难以给你做到的 我能够为你这个朋友去做 难做能做 第二个 难以能语 难以给你的这些财物 我能够给你 第三个 难人能人 难以忍受的 别人难以应他忍受的 你互相乖为来损扰我 难以忍受的 我自己还能够忍受下来 无所谓 不会怀恨在心的 第四个 密室相告 有秘密的事情 他可以互相的告诉你 不会隐藏 第二个 互相互藏 也就是彼此之间 隐恶扬善 恐怕外人 伤害对方的凌妄 所以就互相的互藏 那么所谓的互相互藏的情形 我们要说明一下 在律典当中有说明 犯了罪过 我们为了使命生团清静 深海澄清 那么通常的话 犯罪都是要发入畅尾 我们不能够互藏人家的过失 尤其你知道人家犯了重过 比如说是根本重罪 他不肯发入畅尾 我们不可以互藏他的过失 这一点 诸位以后学习比丘戒之后 就能够了解 我这里不再多几事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 为了使命生团能够清静 所以佛陀有这么样的一个制定 而这里所讲的互相互藏的意思 是指世间人方面 彼此能够互相亲密的情况 这个就是以这种的道理 来说明亲或意的意思 第六个 遭苦不舍 对方朋友遭到这种痛苦忧恼的事情 比如说他 被人家不小心患滑 关到煎熬与头受刑 那么我也想尽办法 要来救济你 不舍弃他的 第七个 贫贱不清 不管你身属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贫贱互贵 我始终如一的 对方朋友虽然贫贱的 潦倒了 但是我们朋友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朋友 Forever forever 就是不亲是对方 那如是七法 人人行者 是善亲友 准此良知 所以这七种的法 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话 这个就是善好的亲友 属于亲后的这种朋友 准此良知 根据这个七个法 你去度量汤 这个才叫做亲后意想 那么这词记里头解释说 七法中 一 竭力待劳 为之不厌 二 己所重物 与之不令 三 己相为恼 了无所恨 四 吐露诗心 而无所淫 五 眼恶扬善 恐伤外望 六 求秀患难 多方整记 七 贵贱贫乎 忠实一辱 如是相 结显 故之诚实 方入开胃 自以滥脱 皆现习名 在前面这些意思 我们看文就可以知道 我不再多解释 就着后面这一句 我们来说明 说故之诚实 方入开胃 自以滥脱 皆现习名 所以我们就要了知 而实实实在乱 能够这么做 才入于开源的位置 自以 其有困难 有依托的话呢 都现以这种 行法的名称 意思就是说 就会犯盗罪了 譬如说呢 你犯偷盗罪 你内心里头 做这个是 有主人的财物 也做 这是有主人的 想心 那么起到心 心方便 举例本处 这样呢 它是重物 满无前 巨言已经成犯了 但是律师在为你 判罪的时候 你是说 我是做人家 给我的想法 你想说呢 这样讲 能够逃脱这个罪过 结果 你还是犯根本重罪 又加上一个 打忘语的过失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五种 都是如此的 也是要诚实 实实在在是如此的 不可以 有虚妄 滥脱的形形 接着呢 下面我们在 隐身律的律文 再列出 道戒 对开源的说明 使我们对开源的内容 进一步的 能够清楚 也是第四文里头的内容 请同学一起念 有脉物者 在第四文的解释 语想里头的情况呢 说有卖物的人 他是先答应给 沙咪东西 后裔人住 后来原先 卖的这个人 已经离开了 换另外一个人 来照顾 卖这些东西 那么沙咪不晓得 已经是换另外一个人来了 就做原先那一个 卖物人 给我的详心 然后就取这个东西 这个是不犯罪的 但是 不应不问主而取 后来看管的人 就问说 就误会说 你怎么随便拿我的东西呢 沙咪说 这是之前那个人 给我的 那么对沙咪来讲 不结婚 所以沙咪 不应该 不问后来这位物主 然后再取这种东西 再同 这一段就解释 极有想 为是极意 不与道心无患 而不应不看意便走 这是穿错衣服 认为是自己的衣服 不与道心取 这是不犯的 然而不应该 不先看清楚 是谁的衣服 谁被救穿 这个是不可以的 在灾堂 大家的家商 慢衣放那边 一看就拿来穿 也不看是谁的 结果到第二天 要上早店 他这个衣服 慢衣怎么变那么大件 结果是别人的 就有这种情形 那这种就如同 六情比丘 在河边沐浴 而挫取他人的衣物 穿了就走 认为是自己的 衣的情形 以分扫衣想 不与道心无患 那么取衣的时候 以道这种 分扫衣的心 而不是以道心取的 所以是不犯 若多有衣具 不应做分扫衣取 所以看到有许多的衣物 聚集在一起 那你不能说 这些都是做分扫衣 通通拿走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不应打死人 另破取衣 这个是在我们诗文律 调布品尼的律文 所讲的 所以当时有一个 晃木牛的人 木牛的人 他就脱衣服 置在头的前面 而睡觉 有一个持分扫衣的比丘 来到这个地方 哎呦 看到了木牛的人 在地上睡觉 他认为这个人 是死掉了 走过去就拿起木棒 一阵的猛打 这个木牛的人 痛醒过来 大哥你干啥打我呢 比丘说 我以为你是死人 那朱比丘就 秉白佛陀 佛陀就说 不应该打这个死人 而取人家的衣物 这个很好笑 不应该取水中 风飘墙上 梨上 嵌冲 混扫衣 不应该取水中 或者风飘过来的 或者在墙上 或者梨巴上 或者嵌冲 嵌就是绕城的河 当中的混扫衣 这些东西是 有主人的东西 被风吹下来的 我们不应该去拿 那取混扫衣 所以在取混扫衣的时候 我们应当用 左脚的指头来捏 就踏着 踏着之后 然后用右脚 右脚指头来 拉开 这个混扫衣 把它解开 看一看 假如有不进的东西 不进就钱保 你要把它出之 就把它抛出去 丢开 然后再取其他 亲近的衣物 拿这衣物去用 再来同 占取 非道心无犯 不应不问主 而占取用 这个就解释 前面的占用详 你暂时拿人家的东西 来用一用 这个没有道心不犯 但是不应该 不先问过物主 你就占用 这个是一种礼貌 所以占用的话 我们最好 先问过主人 如果只是占用详 或者他当场不占 事后我们应该要补 补说明 补充说明 跟对方讲一声 再来同 清后义取 无犯 而不应 非清后义 做清后义取 说真的是清后义取 这样是不犯界的 而我们说人跟人之间 其实都是一种因缘 不应该说他这个人 跟你的因缘不好 那么你偏偏要用人家的东西 就说我跟你是清后义 其实平常两个因缘就不好 都是不高兴的 所以不应该这样做的 头 有他守世人即贼 与沙咪时 沙咪念 此非彼时不受 活眼此即是弹乐时当受 所以有其他守管 看管的人 以及盗贼 就给沙咪这个饮食 沙咪就想 这个不是他的饮食 那就不肯接受 佛者就说 这个此即弹乐时当受 这个就是弹乐的饮食 你应当要接受的 那这也就说明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不应该 从对方祈求财物 如果我们跟对方祈求的话 他接受我们的言语 而来布施 等于就是叫他人盗取 叫他盗取他人的财物 所以不可以这么做的 这个之前我们有说明过 那么根据利点上 是可以接受 但是在我国的法令里头来讲 这个是脏物 人家偷来的东西 我们都不可以接受的 再来同 虽然有这个抱 拙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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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受伤了 这个禄有受伤了 就来到 来禄 是死 来到我们心中死了 那么这个比丘 就取这个鹿肉去吃 这个是补饭的 那么这个就是众生 自死 他自己死掉的 佛陀 我们刚才有讲 他有这个三净肉 五净肉的 但是北传佛教 我们都是素食 所以不会去吃这些东西的 再来我们看童 请同学念这一段文 就是说死定守生血来源的人 去破坏鸟巢 或者老鼠的洞穴 那么在这当中 获得到这个精 或者睡博或者药物 或者我就说 这些鸟兽没有用的 你拿来使用不患 但不应受 但是不应该接受这种东西 因为恐怕被原来的主人 看到之后 容易生起主人的误会 同物质他人的地 为生地无患 但不应而 这个是物质 错误的指他人的土地 认为是我们生团的地 这个是不犯的 但是不应当如此 以磁心解放牛 不犯 当然不应而 这个沙咪 看牛被人家绑在那边 很可怜 就用慈悲心把绳子解开 放走人家的牛 这个是不犯的 但是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牛是有主人的 再来同 贼偷小而去 沙咪以磁心取还 不犯 但不应而 这个沙咪在立文就是比丘 就是指 毕临且婆说 比尊者 他有 谈略有两个小孩子 那这两个小孩子 非常的聪明 不怕人的 那么尊者到他家里的时候 这两个小朋友 就抱着尊者的脚在那边玩 在那边玩耍 后来这两个小儿子 小朋友 被盗贼偷走了 父母就向尊者 替气哭诉 说我小孩被 抱走了 尊者就回到 实验里面 就入定 用看 用天眼看到 这两个小儿子 小朋友 在盗贼的船上面 就用神主通 将两个小孩子 带回来 还给他的父母 这时候 朱比丘就贤责 这桩事情 就秉白佛陀 佛陀就问 你是用什么心来取 毕临且婆说 尊者就说 我是以慈心取 无有道义 佛陀就说 无犯 但不因而 不应该如此 再来同 导义神传等 言此意识生 彼意识生 我言不因而 也就是了 颠倒来交换 把比丘的这个神床 掉来掉去的 就是说 这个是比丘的 那个也是比丘的 把这个神床 掉来掉去 好比说 我们把常住的 这个床铺 这一间 换到那一间 把它掉来掉去 这无所谓 佛陀说 不应该这么做 不因而 再来我们看 暗语 暗语就 洪功的暗语 说四篇 初稿 节入教环 说这一篇的 最初的稿 我在节入下来的时候 内容是比较多的 而再稿之时 颇加三削 三消 再次定稿的时候 有再加以删除 唯一是道戒 三者至少 唯独 这一条的道戒 我三消的内容最少 为什么呢 盖以性众之中 道戒 最为难护 因为在四根本 仲戒当中 性罪的仲戒当里头 以道戒的 这一条 是最难以守护的 诸布 所述 颇及反广 说诸布律文 所叙述的 也是非常的 环拨广幻的 在我们 申其里头 解释 道戒的律文 就有五卷这么多 十宋律 有四卷 善剑律 有讲到三卷 我们 南山之超 就是南山横市超 里头 有牵涉两卷 我们现在刚好 讲到 谁借四项篇 就讲到道戒 两卷 十七卷 跟十八卷 是以 详细开车 那么这条戒 我们应当 要详细的了解 开车词范的 一个内容 未可盖从阅列 不可以随便 就把它省略了 为用后之学者 其物欺乎于师 为用后来学历的人 对这条道戒 你千万 不要轻视忽略 在僧团的运作里头 很多都会牵涉到 道戒的一个范围 处理身世 都要非常的慎重 你不学戒的话 那是很容易 犯道的 所以要很慎重 处理身世 用心学习 才能够 免过 接着呢 这一大段的文 我们留着 下一堂课再讲 这一堂课是讲不完了 那么今天 因为要诵戒 我们就省一点时间 就先 讲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朝 未来日 为向 我认识会认识会议 我认识会议 谢谢大家